眼下正是捕鱼的黄金季节 在重庆云阳和新疆拜承 当地渔民张王捕鱼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来到重庆云阳县清水湖渔场 数名渔民整装待命 随着口号声 大家相互配合 齐心协力拉起大网 收网赶鱼装箱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 随着鱼网的收紧 湖面上呈现出一派 鱼跃水面 水美鱼肥的丰收场景 青水湖水质优良 适合鱼类生长繁衍 这里每年多会以增殖放流的方式 放养数万位鱼苗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 鱼的销路也日渐成熟 在新疆拜城县米吉克乡 亚阔坦村水产养殖基地 水产养殖户中鹏 饲养的鲤鱼 草鱼 鲜鱼迎来了丰收 这两天 他和家人利用大型鱼网进行捕捞 洒网 合围 骑网 一条条肥美建树的大鱼被捕捞上来 立即装车 配送到销售市场进行销售 拜城县作为新疆地区主要的水产养殖基地 水产品除供应本地外 还远销乌鲁木齐 库尔勒 阿克苏 喀什 和田等地区 目前 全县水产养殖面积有8000余亩 2023年上半年产量达3110吨 产值达4200余万元